生命纪第九章 以色列啊,你要听 你今日快要过约旦河 进去赶出比你又大又强的列国 占领坚固高得顶天的城市 那地的民族又高又大 就是亚纳族的人 是你知道的 你也听过有人指着他们说 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 所以,今日你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要像烈火一样 在你面前过去 他要消灭他们 他要在你面前把他们征服 这样,你就可以照着耶和华吩咐你的 把他们赶走 使他们迅速灭亡 耶和华你的神 把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驱逐出去以后 你心里不要说 耶和华把我领进来取得这地 是因着我的义 其实,耶和华从你面前把这些国的民赶出去 是因着他们的恶 你进去取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着你的义 也不是因着你心里的正直 而是因着这些国的民的恶 耶和华你的神 才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为要实践他向你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话 你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 把这美帝赐给你做产业 并不是因着你的义 你本来是顽固的民族 你要记住 不可忘记 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天起 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尝试反抗耶和华的 你们在和列山 又惹耶和华发怒 以致耶和华向你们发怒 要灭绝你们 那时 我上了山 要领受石板 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石板 那时 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 不吃不喝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了我 是神用手指写的 石板上所写的 是耶和华在大会之日 在山上从火中 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过了四十昼夜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 就是约板交给了我 耶和华对我说 你起来 从这里赶快下去 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人 已经败坏了 他们很快就偏离了我 吩咐他们走的道路 为自己铸造了偶像 耶和华又对我说 你看这民族 真是一个顽固的民族 你不要管我 我要消灭他们 把他们的名字 从天下出去 我要使你成为一个 比他们更强更大的国 于是我转身 从山上下来 山上有火烧着 我手中拿着两块约板 我观看 见你们自己铸造了牛犊 很快就离开了 耶和华吩咐你们走的道路 我拿着那两块石板 从我两手中扔下去 在你们眼前摔碎了 为了你们所犯的一切罪 做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我就像先前那样 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四十昼夜 不吃不喝 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 要消灭你们 我就很惧怕 但是那一次 耶和华也听了我的恳求 耶和华也向亚伦发怒 要消灭他 那时候 我也为亚伦祈祷 我把你们的罪 就是你们铸造的牛犊 拿去用火烧了 又把它捣碎 磨成细粉 像灰尘一样 我把这灰尘 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 后来 你们在塔贝拉 马萨 基伯 罗哈他瓦 又惹耶和华发怒 耶和华打发你们 离开加迪斯巴尼亚 说 你们上去 得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 那时 你们竟违背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命令 不相信他 不听从他的话 自从我认识了你们那一天起 你们就常常背逆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说要消灭你们 我就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共俯伏了四十昼夜 我祈求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 求你不要毁灭你的子民 你的产业 就是你借着你的大能救赎 借着你有力的手 从埃及领出来的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不要看这民族的顽固 邪恶和罪过 免得你领我们从那里出来的那地的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他们领进他应许的地 又因为恨他们 所以才把他们领出来 要在旷野杀死他们 但是 他们是你的子民 是你的产业 又是你借着大能和伸出来的绑币领出来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